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这废物君还没死啊 赵燕 就是他前日毒打的我 你来这里干什么 这都不死 你还真是命大了 我好歹也是 府里正牌的少爷 你真敢杀我 一个十五岁 都没开启神脉的废物 你好意思称自己是少爷 三日后的神脉祭祀 你不许参加 否则 否则怎样 竟敢还手 对付你 我有何不敢 小子 我来到三百年后 纵然失去了一时修为 但对付你这种小家伙 可没那么难 你竟敢打我 少臣 今天谁也救不了你 赵燕 你想干什么 赵燕 你要是敢动手 我就叫族内的执法长老了 为了一个赵臣 被关禁并不值得 神脉祭祀 后我再来修饰他 张姨娘 进心府内不太平 我劝你最好 不让赵臣外出 要有什么意外就不好了 臣爱 赵燕走路姿势 怎么这么怪 可能是得了怪病吧 来到三百年后 虽然我失去了一身修为 但是 我脑海中的功法战绩 一样不缺 重回我帝境界 不过是时间问题 来 这种禁忌功法 是我上一手的 寻常人开启神脉 后便已经定型 但凭它 我可以不断吞噬神脉生机 从而 成就逆天神脉 这 这是什么 这个东西怎么还在 三百年前 我获得赵天吞噬精识 这个东西便附着在物体内 没想到 三百年后 它竟然还在 宁 难道我到这儿 也是因它而及 或许将赵天吞噬精 进修炼成功 可以清除这黑洞的奥秘 这里的灵气最为浓郁 去离神脉祭祀 还有三天 我得抓紧修炼 这也不是废物赵晨吗 他怎么回到盐墓厂来 废物 这里也是你能来的地方 还不快给我滚 赵天 二长老之孙 开启黄街神脉 黄街初级修会 去去黄街初级修会 也敢向我挑衅 你说什么 我说 给我滚 你这废物还在骂我 走死 吃我一拳 吃我一拳 谢谢 什么 你刚才 说谁是废物 我错了 你别过来 完了 拜见大长老 赵晨这废物要惨了 大长老对赵天疼爱有加 岂会坐视不管 我还听说 大长老极其看不惯赵晨 多次请求侯爷将其逐出王府 大长老 赵晨这废物 激动我开了什么 真让阿周偷袭我 你再不来 我就被他打死了呀 孽章 你自己是个废物就算了 竟然还敢阿海王府天才 今天 我就替侯爷好好教训你 好强的威丫 竟然 竟然站不住啊 区区威丫 还想吓唬我 大长老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教训我 会免太师公正 这小子居然在我的威家下毫无反应 找废话 你算什么东西 居然敢质疑我 你若想死的话 就动手试试 传音 你能够无者等级分黄旋 顶天新天后天六个等级 只有新天无者才能传音 可是小子连神脉都没开 怎么可能 闭嘴 你若继续修炼残阳火精 不出七日 必将火毒攻心而死 什么 这事我从没告诉过任何人 他怎么会知道 想要活命 就全力帮助我 我给你三夕时间考虑 三 赵臣 你现在跪下磕头 说不定我还会原谅你 二 怎么 现在不敢说话了 该死 到底要不要信这小子的话 要生要死 看你的选择了 一 不能拿生命冒险 跪下 大 大长老 您说什么 我让你给赵臣跪下道歉 什么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跟我动 大长老 那小子只是个废物 为什么 快 立刻给赵臣跪下道歉 听见没有 赵臣 不 三公子 三公子我错了 您大人有大力要饶了我吧 滚吧 三公子 现在可以告诉我驱赞火毒之法了吧 两个要求 一 今天的事不得外泄 二 绝对服从我的命令 赵臣 你不要太过分 要么答应 要么死 你自己选 好 我答应你 解毒方法是什么 猴子尿 以毒攻毒 能缓解你体内的火毒 别罢 我就信你一回 赵臣吞噬进行第一处 心脏会变成赤红色 可吞噬踏人力量 成就自身 传言至地球中 心脏变成金色 天地万物均可吞噬 化为无上神脉 我那一带五地 却去心脏交通 我怎会忍耐不住 再来 为了冰楼在神脉祭祀前 练成第一处 神脉祭祀马上开了 承儿他 娘 我们走吧 承儿 去哪儿 神脉祭祀 为了报上师之仇 我一定要绝醒神脉 赵臣 你把老子的话当耳边疯 居然还敢来 你算老秦 滚开 娘 我们走 华儿公子 这里进武 祭祀结束后 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这不是那废物吗 他居然又来了 哎呀 真是年年不死心呀 年年来 年年开启不了神脉 今年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 再不开启 就要被赶出去了 时辰已到 还等 还不速速将精血 投入几杯之内 不知心神脉了 哈哈哈哈 我也觉醒了 快点了 哈哈哈哈 废物始终是废物 居然还妄想开启神脉 做梦吧 有些人真是不自知 自己什么金粮不知道嘛 还非要过来受辱 哈哈哈哈 神脉祭祀马上结束了 这家伙没机会了 神脉 加油啊 娘相信你可以的 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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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 我既有重新来过的机会 定当不会平平用用 亡命有我 又有天 神脉 给我开 这黑洞 在吸出神脉之光 我的神脉 开了 神脉祭祀 结束 消失了 失败了 这些人 这些人怎么会知道 赵天吞噬进京已经聚合神光 开启神脉 此时不过是让神脉内联而已 神脉一开 复仇之路正式开始 你 你给我等着 你给我等着 承儿没事 等侯爷回来 我们便离开王侯府 想走 可没那么容易 先从我胯下钻过去再说 哈哈哈哈哈哈 你 杨新 我已经开启了神脉 为何要离开 什么 什么 不可能 神脉之光 虽然扫过你的身体 但是并没有在你身上留下圣光 你当我们都是瞎子 可别说做兄弟的不照顾你 你若真开启了神脉 我的修炼资源 都给你又如何 但如果你没开启 我若没开启 随你处置 照尘你 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容子 修炼资天吞噬经 需要大量资源 正好 有人送上门来 现在开始措施神脉等级 开启神脉者 做好准备 赤城皇帝青男子 分别对用着黄级 玄级 地级 天级 先天 早化 王级神脉 也不知道 我会觉醒哪个等级 开 嗯 不错 居然有两个地级神脉 胡销侯府 果然不负圣名 传说天元国第一天才 墨家墨天觉醒先天神脉 墨家也因此水涨船高 那才是真的厉害 先天神脉 要说我赵家也 等等 那人没有觉醒神脉 为何还留在此地 想要弄虚作假 是他 大人数岁 那是我侯府支持 我这就赶走他 来人 将赵臣那个废物乱棍打走 是 神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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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承儿 娘就知道你一定能行的 去 不就是个黄金神脉吗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娘 你就理解一下吧 人家废物了十几年 终于正常了 肯定高兴坏了呗 原来瓷子也绝想了神脉 差点误会了 可是瓷子的神脉之光 为何持续这么久 好美 你够 这 这是 你居然还能提升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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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是个意外而已 我就不信赵臣神脉等级还能提升 没错 这 这 这小子本就是废物 最多也就止步于此了 又变色了 天哪 这次居然变成D级神脉了 这 简直难以置信 王侯府第一废物 怎么可能开启第一级神脉 这神脉之光若继续提升 就是天级神脉了呀 竟然不如这个废物 我不信 我儿赵岩才不过玄级神脉 这废物居然比我儿天赋还巧 我儿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哪 以后我儿在王府内的地位 怕是要超过赵岩了呢 差点打死赵岩 真的比我岐 定然会报复我 不行 必须要在赵臣真正成长起来之前 为了他 成儿 小心哪 我儿加油 定要成功啊 赵岩这是要干什么 他定是想破坏赵岩的觉醒仪式 赵岩经常欺辱赵岩 这是怕日后被报复啊 只是破坏仪式赵岩便会遭到神脉的反射 经脉进毁 滚下去吧 传不过一个 什么 疯子 竟然破坏神脉觉醒仪式 还不快滚 道长居然主动为赵臣出手 赵岩胆敢破坏觉醒仪式 那是在打道长的脸啊 就是啊 赵臣可是地级神脉啊 也算是天赋过来了 当然也会被他庇护 我的儿啊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可恶 就差一点 我就能成功了 你 竟敢对我这赢岩出手 若不是看在虎啸猴的面子上 他现在早就是一具尸体了 还容你在这儿放肆 大人息怒 不好 情急之下 忘了这个人我们惹不起 有错 这 天机神慢 单论天赋可以排进天元国强二十了呀 这下赵臣真的要一飞冲天了 府内的局势要变了呀 还真是废物变天才呀 这只要变成天机神脉了 太好了 陈儿 你终于有出息了 不好 这不可能 还怎么可能是天机神脉 定是寄天神坛出问题了 你说什么 你不要命了吗 竟敢当众污蔑神坛 快闭嘴 可是我不甘心哪 王儿放心 等大夫人回来了 定不容他 没错 赵臣天赋越高 越会威胁到大哥的地位 大夫人肯定不会饶了他 天机神脉 倒也不错 透明了 快看 赵臣身上的神脉之光又变了 按照先前的趋势看 这死难道会变成先天神脉 天哪 整个天元国也只有一个先天神脉呀 若此死真是先天神脉 那你们虎效侯府也会水涨船高 可若真是先天神脉 大夫人那边 多谢大人吉言了 神脉之光的言算怎么又变了 不对 怎么往下掉了 这怎么又变回了黄级神脉呀 谁知道呢 也许是老天觉得赵臣不配了天奇神脉吧 考半天也就是个最低级的神脉 不浪费老子时间 哈哈哈哈 去去黄级神脉 赵臣你在我眼中依然是个废物 哎 本以为会见着一个天才胆兽 可惜 这下没人挡我了吧 今天老子就废了你 不要 诚儿快走啊 哎 神脉祭坛上的事儿 我们副导人家可不好插手呢 不行 赵臣若是废了 我的生病怎么办 住手 神脉觉醒一事之上 岂能武道 大长老莫急 小被见得玩闹而已 大长老何必上纲上线呢 混账 你给我让开 那就要看大长老的本事了 大长老怎么会帮助赵臣那个废物啊 帮了也没用 大长老被缠住 赵臣这废物必被打残 哎呦 很以为神迹变凤凰 没想到 是一条翻不了身的咸鱼 赵臣一定很绝望吧 二公子 我拖不了多久 好 天元拳 不要 完了 来不及了 赵臣 你完蛋了 伯儿 干得好啊 原来如此 方才是他寄居能量 想飞了我 你也飞 什么 先天神脉 出 天哪 赵臣这下真的一飞冲天 无人能绑了呀 没有错 真的是先天神脉啊 整个天元国目前只有一个 真的是先天神脉啊 真的是啊 天有天元国啊 那好 先天神脉 若是能成长起来 岂不是一大靠山 完了 这 这赵臣怎会觉醒先天神脉 不 这不可能 这个废物咱们可能是先天神脉 绝对不能超过我 骑死吧 滚开 赵臣一拳把赵炎干废了 这是赵臣进了天地之事 先天神脉果然厉害呀 赵炎已经皇帝后期了呀 可赵臣还没有修炼呢 怎么可能 大胆狂徒 残害天才 论罪当诛 住手 有我在 你敢动一个试试 救我啊 放开 这也 谁也救不了你 救命啊 等等 大人 请您留太条狗命 赵臣开口为赵炎求情 我耳朵没出问题吧 赵炎可是一直欺辱赵臣啊 这能忍下去 难道 他还有别的目的 这小子居然给我求情 嗯 你难道不想杀了他 他的命 我要亲自取 这 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懦弱无比的赵臣吗 太霸气了吧 神脉觉醒后 赵臣简直判若两人啊 好 看在你的面子上 饶他一命 你不要以为开启仙天神脉就了不起 你错过修炼的黄金时期 我根本不惧你 五天 我给你五天时间回复 届时 一决生死 赵阳好歹也是黄金后期 赵臣这么做 太自大了 就算他开启仙天神脉 可是仅修炼五天时间 就想打败赵炎 根本不可能 好 你等着 五日之后 我必废你 娘 我们走 等等 我让你们走 就你一命 让你多活五日 把你身上的灵石都给我 当作报仇吧 赵臣 你别太过分 赵炎 你就是这样报答救命恩人的吗 堂堂侯府二公子 一个月可是有二十块灵石的配度呢 不会这点小钱都不给吧 如果不给 那可就太小气了 人家赵臣可是救了他的命啊 给你 我赵炎不会欠你人情 多谢你的灵石啊 慢走 五日之后 我会让你终生后悔 陈儿 你有把握五天后打败赵炎吗 他可是皇家后妻呀 赵臣 虽然你觉醒了先天神脉 但切勿自拗 仍需静心修炼 是 多谢大人教诲 三个月后 天元国的风云赛 我等你来 对 风云赛是天元国二十岁以下的盛会 获得前五十 会有丰厚的奖励 我一定会去的 嘿嘿嘿 三公子 我 你刚才表现得不错 四日后来找我 我帮你解决活毒 多谢三公子 老九月长半年左右 向全马之劳 赵臣觉醒先天神脉 日后成就定缠不凡 跟着他绝对有好处 以后再说吧 看你表现 好歹我在侯府那位高权重 他竟然这么随意就拒绝了我 他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娘 我饿了 想吃你亲手做的手面 好 我这就给你做去 快快 三公子回来了 难道还有人来找麻烦 三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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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什么情况 三公子 我有要事与您商量 三公子 等下我们 三公子 正在五花零食 来的真正义 你让我先过去 我先来的 你个不要脸的 滚远点 骗子 原来是为了巴结来的 好了好了 你们的礼物我收下就是了 哎呀 吃钱这些家伙 躲我们都来不及 现在全都来上门了 这家修炼的资源是暂时不愁了 陈儿 今日是娘最开心的一天 你爹要是知道你开启先天神脉 肯定乐坏了 爹 当初我们受欺辱的时候 他在哪儿 这辈子 我只有娘一个亲人 这种话以后不能再说 不管怎样 他都是你爹 哎 陈儿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这次神脉开起太过诡异 先用一颗灵石修炼看看 这黑洞的吞噬能力 大大加快了我的修炼速度 太好了 再来 给我吸 你 是时候突破了 开 已经黄极出气了 赵源当初耗费三个月才到达黄极出气 他要知道我三个时辰就搞定了 还不得欺吐血 我 你 你 这是 这是何回事 难道 黑洞和神脉融合了 这已经完全和赵天村市进行上的不同了 也不知是负是祸 夫人 我要见三 三公子救我呀 成儿还在修炼 大长老你这是 是大长老的声音 我要被烧死了 救 救我呀 三公子 大长老你怎么了 先起来在 他身上怎么会这么烫 他替那火毒爆发 三变全身了 尘儿 这可如何是好 放心 如何 尘儿住手 赵尘你 赵尘你竟对我下此毒伤 尘儿你为何对大长老出手 出手 不 我刚才是在为他压制火毒 看 我身上的温度真的下降了 细温真的下降了不少 多谢三公子救命之恩 老夫莫齿难忘 刚才那几有黄结初期之力 这才几天呀 我定要抱紧大腿 你身上的火毒 只是暂时被压制了 想要彻底驱除 还需要这几种药材 药材 难道赵尘还会炼灯 这夜光草 寒水露 急冰草倒是有办法能弄到 但青阳草玄明花鬼剑仇 我听都没听过 弄不到这几种药材 谁都救不了你 你自己看着办吧 三公子 刘伯 求求你救救我 我 我什么都可以听你的 这还是我认识的 那个威严无比的大长老吗 他竟如此对尘儿被供屈信 罢了 看在你表现不错的份上 本少就救你吧 只不过 你 要先跟我去一趟洛神殿 洛神殿 这就是天元国最大的货物 主交易所洛神殿吗 没错 洛神殿分为三层 第一层任何人都会进入 第二层片秀玄阶之上的实力 或是尊贵的身份 至于第三层 只有炼灯师能够进入 有意思 走 进去看看 你要的药材说不定里边有呢 是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上古白牛的气角 来 瞧瞧看看啊 火灵虎的精华 价格合理 五美将联 这里的货色太不同了 这 我们上二楼去 是 小子 你站住 我 我要上去 你为何拦我 你当洛神殿是什么地方 就凭你黄街初期的修为 也妄想踏入第二层 还不快滚 这是我硬要进去呢 三公子 您息怒 老朽来处理 你站在一旁看着 这 敢来咱们洛神殿庄大爷 我看你是嫌自己活的时间太长了 哟 有人在洛神殿闹事啊 看这小子境界 不过黄街初期 谁给他的胆子 守门的杂役可是黄街中期 我赌这小子一招就要被干翻 今天小爷就给你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 敬地之王 什么 竟然躲过了我这拳 这个教训 还是还给你吧 前几天一个天津舞者在洛神殿动物 都被斩杀 这小子好大的胆子 这小子疯了呀 竟然敢在洛神殿动手上人 他好像是侯府的人 你 你居然敢打我 哎哟我的小祖宗啊 你怎么能在洛神殿动物呢 怎么 之前他打我 不许我打他 洛神殿这么霸道 这 三公子你不懂 洛神殿就是这么霸道呀 三公子你快走 这里交给我来处理 大胆 何人敢在我洛神殿动物 天哪 竟然是唐若仙这个蛮横无礼的女魔头 唐若仙可是殿主之徒 年纪轻轻就是二阶恋丹师了 在殿内权势很大 连唐管事都惊动啊 这小子 是真的完了 唐管事 这小子竟敢在洛神殿动物 你要是往来一步 可就见不到我了呀 叮叮 连个黄街出气的垃圾都收拾不了 要你何用 小子 不管你什么身份 敢在洛神殿动物 难逃一死 我家三公子第一次来 不知道洛神殿的规矩 还奉唐管事不要计较 哦 你就是虎啸侯府三公子 那个开启仙天神脉的赵臣 正是在想 啊 虎啸侯府三公子不是一个废材吗 什么时候开启的仙天神脉啊 你的消息太过落后 就在几天前的神脉祭祀 赵臣一鸣惊人 在我二肩炼丹式的精神威压之下 这小子居然神色如常 三公子 你可知伤我洛神殿之人的后果 后果 屁的后果 方才就算唐管事在此 我还是会照样打下去 这人也太嚣张了 这个赵臣太目中无人了 纵有先天神脉 也难成大器啊 什么 赵臣 你好大的狗胆 敢如我洛神殿 今日 我必杀你 唐管事三四啊 你何想过这么做的后果 不用你保护 唐管事不会对我出手的 哼 你哪来的底气 也觉得我不会杀你 我 极乐花子 青幽草吗 看来最近在练着青羊丹呢 这小子是在说练丹的事情吗 哼 可惜了先天神脉啊 怕是要死在这里了 他真以为自己什么都懂 你 你怎么知道我在练青羊丹 哼哼 我不但知道你在练制青羊丹 我还知道你每次练制青羊丹 失败的原因 什么 他是如何得知我每次练制青羊丹都会失败 你是不是每次练丹时便将极乐花先加了进去 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你还缺少一份关键的材料 棋派胡言 我怎么可能会把材料弄错 信不信有你 你 你也是练丹师 当然 当年我随意指点几句 别人可都会欣喜若狂 可现在去 什么 赵臣居然说他是练丹师 真的假的 怪不得他敢在洛神殿动舞 原来仗着自己是练丹师 即青天神脉和超强练丹天赋于一身 人比人气死人哪 倘若你真是练丹师 把你的星牌拿来给我看看 星牌 那什么 这小子连星牌是什么都不知道 就敢冒充练丹师 赵洛神殿动舞 外加冒充练丹师 这次他是真晚啊 看他装的那副下有其事的样子 差点被他唬住了呢 哈哈哈哈 星牌是练丹师协会颁发的屏障 一般练丹师都会随身佩戴 哦 原来如此 小姐原来以这种方式 取得练丹丹师的境界 唐管是佩戴的 就是二星星牌 代表着他是二星练丹师 哼 连星牌都不知道 还敢冒充练丹师 大胆公徒 还不给我归线认错 唉 为何你们总是不相信我说的话 这 这么强大的精神力 天哪 好 好强的压迫感 感觉到要呼吸不过气来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刚才居然还质疑他 太丢严了 赵臣神经力这么强大 看来他真的是练丹师啊 女孩子 不要总是寒打很伤 他的精神力完全不弱于我 文力更是恐怖 可他 才十五岁啊 赵臣居然还是练丹师 看来我的选择没错 以后一定要抱紧他的大腿 现在 我想去第三层 你不会阻拦我了吧 等等 你 你刚才说我青阳丹炼制错了 到底哪里错了 看在你长得还挺可爱的份上 小爷就告诉你好了 他想干什么 你 青阳草药最后方 收担的时候加上几体宣兵破几个 大长老 我们走吧 是 三公子 这个臭小子 仗着自己有几分恋男天赋 居然敢调戏我 不行 我要去禀报店主 这就是天才和我们这些凡人的差距啊 神将仁怕的女魔头 唐若欣 绝被人调戏了 在洛神天宗舞后 还能安然无恙 我还振头一次见呢 是 师 师父 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 青阳草最后放入 书丹石家几弟寻兵破 这样才能裂出青阳丹对不对 你居然想出来了 我还以为你至少要再参悟三个月呢 谷徒果然天字横溢啊 其实 其实这个法子是别人那里听来的 哦 是哪个高级炼丹师告诉你的 司法虽然不难 但也唯有长期禁淫炼一道的大师才能想到啊 不是什么高级炼丹师 只 只不过 是个十五岁的少年告诉我的 什么 十五岁的少年 他现在在哪里 他现在就在洛神殿里 立刻带我去见他 师父多少年都未曾失态过了 今天既然激动成这个样子 赵臣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那个 三公子 您看这里有需要的药材吗 虽然比一层的垃圾好些 但也很普通 去三层吧 等等 三公子 二位不好意思 没有星牌 你们不能进入第三层 哎呀 怎么还没完没了了 总不能一路打上去吧 那岂不是真和着洛神殿不死不休了 放肆 人 若赵丹师都没资格进入 天下又有几人有资格 见过店主 见过店主 他就是洛神殿的店主 这个家伙见了我师父 居然都不行礼 哎 这人是谁啊 怎么见了店主都不行礼啊 听说是五孝侯府的三少爷 前夕天刚觉醒了先天神脉 那又如何 店主还是炼丹协会副会长 这个年纪才是五阶炼丹师 天赋太差 连给我当徒弟的资格都没有 喂 赵丹 见到店主怎么不行礼 先让若欣试探一下他也好 区区五阶炼丹师 也配让我行礼 当年我收的五个徒弟 天赋最差的都是七阶炼丹师 这 这赵丹也太嚣张了吧 居然说洛神殿主不配让他行礼 他哪来的底气啊 赵丹 你居然敢侮辱我师父 算了 若欣 谁还没个年轻气盛的时候啊 个 十五岁炼丹造诣就如此高潮 身后必然有超级恐怖势力 一定要拉拢住他 师父 他 够了 莫要多言 赵丹师 请 气死我了 凭什么 嗯 你还算懂事 赵臣到底喝都喝呢 竟然能让洛神殿主为其引落 难以置信 殿主居然还会这么客气 可恶的赵臣 竟然害我被师父斥责 咱们走着瞧 嗯 这里的药材还勉强可以用 勉强使用 这里的药材是天原国最珍贵齐全的了 无数炼丹师梦寐以求的东西 在你口中就变成了勉强可用 你说这里的药材珍贵齐全 那我问你 这里可有寒水鹿 没 没有 玄冥花呢 也 也没有 那鬼剑仇总该有吧 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说勉强可用怎么了 我看你就是故意找茬 随便编几个药材名字故意来个应我 不 寒水鹿 玄冥花 鬼剑仇这几种药材 以前确实存在 不过近百年来已经几乎绝种了 什么 绝种了 那我岂不是 死定了 三公子 你一定要救救我啊 老奴还不想死啊 好了 别哭了 你死不了 变卓 我需要借用你们的炼丹室 另外给我准备好这几个药材 没有的就用吉养草 暗鸣花 阳春花来代替吧 有倒是有 但据我所知 这几种药材药性相可 不能放在一起使用啊 哼 无知 看你态度不错的份上 我炼丹的时候允许你旁观 嘿 好大的口气 竟然说允许店主旁观 他这是比店主还厉害了 你 好胜狂妄的小子 我倒要看看你是如何炼丹 哼 臭小子 一会儿看你怎么哭的 哼 你不准进 本大师炼丹可不是想看就看的 你个混蛋 哼 让你得瑟 馨儿 哼 不看就不看 有什么大不了的 哼 那来的臭脾气 就该好好治治 呃 赵丹师 你看我这九龙登天顶如何 当初可是花费我数十万灵石呢 还行 凑合着用吧 你 凑合着用 我倒是要看看这小子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现在的精神力强度 大概是三级炼丹师 嗯 炼制阳丹足够了 火起 这 这精神力强度 竟然是三级炼丹师 他才十五岁啊 这炼丹天赋绝对是天元国最强 药材 入丹炉 等等 等等 你怎可将所有药材一起放进丹炉 这么做违背药性药理 根本无法承担呢 闭嘴 好好看着 这 这 这是 这 这是 这是双限操控 一行二用 他对精神力的掌控度 竟如此精准 我拍马不及啊 你 这就成了 不错 三菩萨 怎么样 但 丹药好了吗 成功了 炙杨丹以前我都不惜炼制 没想到 现在却这么费劲呢 太好了 多谢三公子 老朽约为公子送马神索 一直释放您 我不信 他如此忽来 也能将丹药炼制成功 丹药呢 给我出来 叶主 你要干什么 我要坏我的救命丹药啊 放心吧 他不会把丹药怎么的 来 这是三菊治养胆 一会儿让我吩咐服下 便可驱散我了 哈 三菊 石成完美丹药 他 他还是人吗 还请殿主准备吸银针 我要为大长老驱散火毒了 请先生授我为徒 我灌先生脸蛋 防止自己才数学浅 请先生一定授我为徒 你 你要拜三公子为师 这 这不是开玩笑吧 当然不是开玩笑 三公子 快答应啊 洛神殿主 势力和实力都很强 收他为徒 对您来说如虎添翼啊 毕竟 我怎么做决定 岂是你能作优的 三公子恕嘴 恕下愉悦了 三公子为师越来越深了 我竟连他一眼都承受不住 至于你 以我的权势和地位 把一位普通侯服的数字为师 你应该没问题吧 还是算了吧 我是不会输你为徒的 什么 这 这是为何 师父 我感受到丹药散发的灵气了 这么快就练好了吗 不好 星儿怎么现在进来了 师父 你为何 要向那个臭小子下跪啊 住口 庞若兴 招弹是明年你禁之禁辱 谁让你进来的 师父 您竟然为这个臭小子骂我 猎徒无礼 请现成恕罪 殿主不要做无用功了 你的天赋太差 没有成为我弟子的资格 问账东西 竟敢三番两次侮辱我师父 好 金师父 我便在炼丹世袭会除掉你 三公子小心 你有伤在身 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不好 死权我记不住 都怪我对你太过放纵了 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师 师父 您竟然打我 赵先生的炼丹造诣连我都拍马不及 还岂是你能侮辱的 先生 老夫天赋极差 没有资格成为您的徒弟 但希望您能考虑一下若心可否 收他为徒 什么 让我拜他为师 不 我不愿意 他有什么资格做我师父 住嘴 你只不知道你在错过什么 罢了 殿主 你先起来吧 是 先生 那若心他 我收图的标准很严格 他无法达到 什么 你居然还看不上我 你想要让个屁啊 我喵咪的 哈哈哈 先生 先生 若心在表达对你的仰慕之情呢 鬼才信你的话呢 既然丹药已经炼成 那我们先走了 殿主告辞 等等 嗯 还有什么事 不能做徒弟的话 肯请先生 收若心为药童 啥 让我去给他当药童打杂 只要先生愿意 洛神殿内所有东西 任您挑选 唉 何苦 也罢 就让他在我身边做个药童吧 唐若心的天赋 在这蛮荒之地算是不错 放在身边打打杂 也好 多谢先生仁慈 若心 快给先生行礼 唉 师 师父 我不要 我不想离开您 不用再说了 从此以后 我们不再是师徒了 什么 星儿 从今往后 你就好好跟随赵先生修行了 这陆神殿主倒是好气魄 可惜天赋有限 难成大器 赵臣 你若是不值得师尊这么做 我发誓 让你痛不欲伤 我无需向任何人证明 殿主 勞请你为我准备一套银针 我要给大长老 驱散火毒 多谢少爷 遵命 先生 这是殿内品质最好的龙闻银针 请问可用否 还行 凑合着用吧 大长老体内火毒已入五脏六腑 就算大罗金鲜来了也难救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治 万事俱备 大长老 你速服下制阳丹 是 好热呀 东西都变得好烫 如此浓郁的火灵里 这火毒不简单哪 好热啊 少废话 不想火灵壁 天地 玄机去 第一步 完成了 不烫了 火毒真的被压制住了 他真的压制了火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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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 大功告成 这就成了 这去除火毒速度也太快了吧 火毒真的没了 太感谢您了三公子 三公子大恩大德老兄 莫知难忘啊 你想干嘛 老兄因为三公子做牛做马 三公子 以后我就是您的人了 您让我干嘛就干嘛 太受麻了 放手 喂 您好歹也是天阶强者 怎么如此不要脸皮 毕竟捡回了条命 举动也是人之常情嘛 好了 既然事宜解决 那我们先行告辞了 先生慢走 是 殿主 我先走了 嗯 若欣不要怪师父 跟着他 你的前途才会更好 赵臣在洛神殿动手后 竟然还能安然无恙地离开 难道赵臣的实力也让洛神殿也忌惮了 啊 旁管是 为什么也跟在赵臣身边 三公子 听说承通和暖香和新来了一位头牌 要不要去听听小曲喝喝茶 听起来还不错呢 男人果然都是大猪蹄子 强病啊 放开我 嗯 嗯 这声音 听着怎么这么熟悉 发生了什么 赵青燕 乖乖从了本少爷 我定不会亏待你的 你放开我 走吗 我是劫不会屈服的 你敢推我 你爹都已经答应了 你竟然还不从 看我不打死你 住手 疼 啊 赵臣 陈哥哥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三公子 赵青燕之父 已经将千燕小姐许配给林阳 此时不应插手啊 嗯 已经许配了 陈哥哥 我不想嫁给这个变态 想你救救我 根据之前的记忆 赵青燕是我的桃妹 来追我呀 平时对我不错 算是我王妃义的吧 陈哥哥 放心 你不想嫁 我就替你退了这种故事 谢谢陈哥哥 啊 没想到他还挺热心的嘛 你替他退婚 好大的口气 赵臣你只不过刚开启仙天神脉 老子一招就能废了你 以为我刚开启什么修炼时间上了 就不能教训你 没错 你个废物 就算老子 牵牙步 啊 啊 啊 你在修炼几日 速度怎么可能那么快 每周 都不够了 还敢嚣张吗 你 你想干嘛 你才 别过来 啊 啊 赵臣 我不会放过你的 啊 啊 啊 哎呦 居然很欺负啊 妹子 大部分你娘都不愿意 赶快跪下 看爸爸 侯府三公子好凶财啊 以后千万不要惹到他 那羊太惨了 简直没眼看 大王 说公 啊 陈哥哥好厉害 唉 又闯祸了 这家伙 混账 干烧我家少爷 走 陈哥哥小心 银老鬼 你的对手是我 少爷 您没事吧 干死他 我 我一定要杀了赵臣这个混蛋 没想到赵臣刚修炼没几天就这么厉害 可林阳已经黄街中气了 认真起来赵臣不是对手的 少爷 方才那小子只不过占了偷袭之力 真打起来他不是你对手 我去缠住侯府大长老 你去教训他 好 今天我一定要让这个小子付出代价 大长老 许久不见 咱俩来比划比划 嘿 林老虎 真的我怕你吗 好机会 教臣 没了他人庇护 我看你往哪躲 我何曾需要他人庇护 大脸不残 我这就废了你 霸击圈 不好 这小子竟然使用武器 不会武器 我得去帮忙 大长老 还没打完呢 您这是想去哪儿啊 该死 大长老被林长老沉住 没办法救援赵臣了 林阳的八级拳 一拳更比一拳强 这最后一拳还是有千斤之力啊 林阳正是想飞到赵臣呢 陈哥哥 快躲开啊 要不要出手帮忙呢 赵臣 你死定了 该死人是你 天拳 风云变 这怎么可能 啊 废一个 赵臣用的什么武器 太厉害了 赵臣果然是天才呀 我看是林阳太废柴了 哼 实力还不错嘛 哇 陈哥哥好厉害 混账 你敢伤我将兽 林阳怀 我们还没打完呢 再来呀 混账 你敢玩晕打 混账 打的就是你 给我放手 不放 听说 你想飞着我 你 你想要干什么 我警告你 你可别乱来 你说 我这一脚下去 你会飞吗 不要啊 赵臣大爷求你了 滚开 别抱着我 赵臣大爷求你了 饶了我吧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 好 我要你解除和赵青燕的婚约 没问题 我林阳愿意解除和赵青燕的婚约 天地为正 我 太好了 赵臣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会找机会弄死你 那个 我解除了婚约 可以走了吗 还有件事 得解决一下 你 你还想干什么 赵臣 你敢动我 林家不会放 活该 干得漂亮 这林阳天天仗势欺人 活该这个下场 这一脚可真够狠难 估计是要废了 老天爷爷 他又闯祸来 少爷 少爷 你 你怎么样 八十 废了 快 快送我回去 找大夫 是 赵臣小儿 今日之事 您家必会讨回个公道 三公子 您此举未美有些冲动啊 林家势力不在侯府之下 北周一三更 陈哥哥对不起 我给你惹麻烦了 放心吧 林家要是敢来 我便灭了他们 放心吧 小妹妹 这种人渣再敢来 我一定打到他满地找牙 诶 你什么时候也这么热心了 哼 那种人渣 人人得而诛之 嗯 赵青烟 谁给你的胆子 居然自己跑回来 爹 林阳他吃喝嫖赌 人品败坏 我 我不想嫁给他 广批 林阳是林家的大少爷 你跟了他吃香的喝辣的 有什么不好的 亮叔 你究竟输了林家多少好处 要把青烟王火坑里退 滚你屁事 也以为你开了先天神脉 就能横行把道了 在我眼中 你还是那个废物 你马上跟我回林家去 否则我就打死你 我 我不要 你没听见青烟叔 不想嫁给林阳吗 你 你想干什么 朝臣 你敢对我 杜烟 我杜烟了你 我是先天神脉 你敢动我试试看 看苦笑了 会不会发了你的皮 朝臣提醒了先天神脉 他 一定会受到侯爷的重许 现在不能动他 顺便告诉我 那林阳不仅当众结出了婚约 还被我一脚变成了太监 什么 你完了 林家不会放过你的 快跟我去林家赔罪 别被他连累了 不 你说什么 自从母亲死后 你别从未把我当女儿看过 只把我当作交易的工具 我 我要和你断绝妇女关系 聂障 我看你是活逆了 打吧 就当是还你的养育之恩 承扎 什么 本蛋是谁打的我 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他 是我 骗子高手 你可是不服气 承扎可是洛神殿的唐大管事 还是二级连端失误 后台很硬的 扶去扶去 原来是唐管事大扎光临 在下有失远迎啊 亲眼妹妹 我们走 多谢若欣姐姐 没见过这么怂的 还真是丢侯府的脸 张臣 唐若欣 我要你们不得好死 娘 亲眼妹妹以后就住在我们这里吧 二夫人 以后麻烦您了 哪里的话 亲眼你就把这儿当成自己家 想住多久住多久 尘儿 若我没记错 这是洛神殿的唐管事 正是在下 唐若欣借过夫人 殿主令我跟随先生学习丹术 往后叨扰了 什么 陈哥哥还会练丹 啊 跟尘儿学习丹术 尘儿 这是怎么回事 那 那什么 其实我就是练着玩的 可是 娘 你别问了 我都饿了 那快去做饭吧 好好好 可算是糊弄过去了 今天就是赵臣和赵炎的卧战日了 也不知道两人准备得如何 满打满算赵臣才修炼五天 哪来的底细和赵炎神死斗啊 觉醒了先天神脉 就以为天下无敌 我看今天怎么收拾 颜儿 一会儿比斗 不必手下留情 不必废了赵臣那小子 放心 不必废了 不必废了 赵臣 还要让他跪地求饶 脸面丢尽 赵臣 前几日你对我的侮辱 我一定会加倍讨回来 我儿好样的 这赵炎心性太过歹毒了 赵臣太莽撞了 可惜了先天神脉呢 下班下班 摆烂摆烂 太阳都落山了呀 每周一三 赵臣 赵臣 可混杀东西 居然敢放我个子 赵臣一个窝囊肺 我一定要将你发皮抄襟大铁万败 方能借我心头之害 赵炎真被赵臣气疯了呀 赵臣这是完全不把赵炎放眼里啊 难道是害怕不敢来了 啊 啊 什么情况 各位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一点 诶 赵炎人呢 可恶 赵臣你竟敢戏耍我 今天你必死无疑 是狂血弹 力量 诚恨的力量 赵臣 赵臣 就死吧 竟是狂血呢 此丹虽伤害极大 但短时间内能大幅提升实力 赵炎这是要治赵臣于死地啊 这下赵臣真危险啊 现在已经是黄结极了 现在已经是黄结巅峰 朝晨你今天死尽了 是吗 我看不一定 蒙天掌 这下赵臣的力量 怎么会变成啊 你怎么会变成啊 的力量 怎么在当时 还要是黄结万 这吞噬神脉 不然还能够拒 这个是要 你准备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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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准备死了 你准备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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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王已经突破到王劫中起了 杨 救我 杨儿 没人救得了 给我死 赵岩死了 太不可思议了 天才 有这样的天才 侯府必定能延胜的 赵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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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长 你杀了我儿 我要你饶命 不知悔甘 尔等在府中屡次欺辱 神脉祭祀上 赵岩更是欲去我姓名 我杀他 何情何理 赵辰说得没错 是许你杀别人 不许冤杀你们 凭什么 赵岩死有余辜 皇室 你若再无力取闹 足法处置 赵辰 你给我等着 我儿之仇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好 我等着 哥 赵辰的孽处不仅杀了炎儿 还对我动手 您又为我报仇啊 赵辰小儿欺人太甚 我给你三名皇家后妻杀手 娶那赵辰向上人头 多谢哥 我定不会让那赵辰死无葬身之地 你 赵辰 家主 那赵辰天赋恐怖 是否需要我出手 将其扼杀 不用 先让小妹去探探底 不管怎样 都是他们赵家人的事 和我王家无关 那赵辰废了林阳 已将林家得罪死 我们坐山观虎斗即可 家主应免 乱起来才好 否则我王家如何崛起 我杀了赵爷 王氏必然不会罢休 赵辰 你给我等着 我儿之仇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当我这心意 还是要提升实力 我的心脏 怎么突然又开始疼 这 正是怎么回事 这 正是怎么回事 这 正是怎么回事 不要 不要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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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什么地方 每周一三更新 这里竟是传说中的太古之地 万无起源之处 什么 这 我也回来了 方才不是做梦 我不仅进入了太古之地 而且 还获得了太古神文的传承 我们是 我倒要看看 你如何杀我 娘 我去洛神殿一趟 好 早点回来 这小子终于出来了 害得哥几个吹了几天冷风 待会儿定要他好看 一会儿 找个没人的地方下手 来得还挺快 出来吧 跟了我那么久 不累吗 不愧身具先天神脉 居然能发现我们 可惜 今天就要陨落在这里了 我最喜欢扼杀天才了 就凭你们三个黄阶后继 别想杀我 还挺硬 守死吧 正好把你们试试我这道太古神文 力量如何 这 这怎么可能 我们居然连一拳都戒不住 这就是天才嘛 一道神文便有千金之旅 若是能磕上个警官刀 岂不是全处天地碎 还怪 爱山他不如意 我们赶快丢 小声点 想去哪儿呢 说说吧 谁派你们来的 别 别过来 要是杀了我 我也不会说的 想从我们身上查出雇主 想都不要想 是可杀不可处 都是王室让我们干的呀 那也放过我们吧 我们绝招了 果然是王室下的手 看来我们的账 得好好算算了 还好没有暴露我 我们是家主派来的 这小子也太好骗了 行辞手软 难臣大事 怎么会 你们这点小聪明 还想忽悠我 赵臣那孽障 居然敢杀赵炎 等侯爷回来 我必上奏 将其朱处府内 哼 我看到赵臣 已经等不到侯爷回来了 夫人的意思是 我已派出三名皇戒后期杀手 赵臣那孽障 死定了 不好意思 我还没死 王室 你派出的那些杀手 太不中用了 什么 不可能 你在皇戒中期 怎么可能逃得过 三名皇戒后期的劫杀 王室 进了派日前山谱那公子 你想死吗 王室如何处置 等侯爷回来决定 闻不到你们管 赵臣 就算我杀不了你 但你娘能躲得过我的暗伤吗 我也要让你体会 失去至亲的滋味 二夫人还请慎言 既然你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 三公子 不要啊 叶掌 你蹭开 给我死 王室死 死了 赵臣 只有这真的敢吓傻 叶掌 你竟然敢杀二夫人 今日我便要清理门户 竟敢以我母亲威胁 这么死便宜他 公子如何处置 但侯爷回来决定 还不用你来管 事已至此 必须要保住三公子 你困账 侯爷回府 嗯 启禀家主 还处的三名杀手 都死在了赵臣手中 嗯 并且王室他 小妹他怎么了 王 王室也被赵臣杀了 什么 小妹 小妹他 家主 息怒啊 家主得知妹妹死去 必然大怒 没赵臣完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正愁没有借口 对赵家出手的 赵臣你就送上门来了 啊 马上联络林家家主 让他带好人手 前往招架 是 小妹 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顺便踏平虎啸侯府 小妹 公请侯爷回府 哈哈哈哈 本侯终于到家了 这一路奔波 确实有些老累 见过夫君 见过侯爷 见过父亲大人 都起来吧 这就是对我不闻不闻的父亲 虎相侯吗 赵臣 我绝不允许你威胁到我儿的地位 诶 这不是洛臣殿的唐若欣唐管事吗 你为何会在这里 回侯爷 我现在只是赵臣公子身边的药童 什么 我的女神成了别人的药童 开什么玩笑 她凭什么呀 可恶 这唐若欣本是我物色的儿媳 你竟然被赵臣抢了先 哈哈哈哈哈哈 妙啊 妙啊 哈哈哈哈 没想到臣儿居然还会炼丹 下场先天神漫 我赵家崛起 指日可待了 哈哈哈哈 启禀侯爷 我有要事禀报 赵臣他大逆不道 竟敢 赵颜和王室多次暗害我 已经被我诛杀 什么 天哪 承儿怎么会 岂有此理 此人心性歹毒 就算天赋在家 也终之祸害了 以下犯上冒天下是大不韦 论罪当诸 看他这副模样 似乎没有任何悔过之心 残害兄弟 杀害长辈 论罪当诸 请侯爷下令 上次神脉祭祀 得罪了赵臣 这次正好将其扼杀 好机会 来人 将赵臣这个魔徒打入死牢 是 不 承儿是有苦衷的 你们不能这样 娘亲放心 今天 谁也动不了我 住手 赵臣 这到底怎么回事 若无原因 我便亲手诛杀你 我杀人确有理由 但何须向你解释 赵臣竟然敢顶撞侯爷 他死定了 赵臣狂妄过头了 赵臣 你说不说 我便带你认了 不是这样的 赵颜是与承儿生死战服用狂血丹 才被尸首打死的 至于王氏 他是 骑兵侯爷 王氏派人暗杀三公子 并以三夫人为妖嫌 这才被打死的 是无下可谓担保 原来如此 这么说来 赵臣并不是杀呀 这王氏和赵颜好生歹毒 赵臣罪不至死啊 当真的如此 赵臣你为何不说呢 我杀该杀之人 何须多说 为了不让娘亲伤心 我还是先不顶撞吧 哈哈哈哈 说得好 这才是我虎啸侯的儿子 赵颜那个困账 根本不配当我的儿子 侯爷 可是赵臣 此事就这么算了 物要多说 这个老爹 似乎还可以啊 太好了 我居然让赵臣躲过去了 来日方长 赵臣我不会放过你的 赵臣小儿 给我出来 赵臣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侯 侯爷 大事儿不好了 王家家主和林家家主 带着族内高手过来了 交出贼子赵臣 否则今日学习赵家 今天我们就来讨个公道 王阳 林峰 尔等待人躲在我府门口 向我作甚 赵臣杀了我妹妹 今天我等是来讨个说法的 没错 赵臣居然敢废了我儿 如果交出他来 今日我们便踏平赵府 天哪 王家和林家居然联手了 若是不将赵臣交出去 王侯府这次在街难逃啊 这赵臣真是灾心哪 有他的地方就不平静 侯爷 林家和王家联手 我们等不住啊 不如就将赵臣交出 赵臣是我儿子 有什么事情 我这个父亲一力承担 既然如此 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小的们给我上 踏平赵府 是 杀 今日就让赵府就此出名 说 杀 找死 千金利 不要不要不要 太可怕了 可恐怖的权劲 赵臣太妖孽了 哈哈哈哈 我儿打得好啊 带我助你一臂之力 你 你扯了我 林家主 你等住虎向后 我去杀了这个小贼 好 虎向后我来占你 赵臣小贼 去死吧 这下赵臣要废了 怎么办 赵臣 我看今天谁敢动赵丹师 什么 洛臣殿主 可恶 居然被挡住了 来的倒是正好 洛臣殿主 他怎么会来这里啊 难道他要插手这场针斗 赵丹师 这说的 不会是赵臣吧 赵丹师 您没事吧 并无大碍 多谢殿主出手了 这 这洛臣殿主 为何对赵臣这么公正啊 我一定是眼花了 难道赵臣的炼丹天赋 也非常 洛臣殿主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等于赵家的恩怨 请殿主不要插手 赵臣是我洛神殿荣誉长老 儿童围困在此 是想与洛神殿为敌吗 这 什么 赵臣是洛神殿的荣誉长老 天哪 赵臣绝对是洛神殿历史上 最年轻的荣誉长老 他简直就是我们侯府的骄傲 我早看出三公子不是一般人了 这殿主倒是机智 趁机给我安上这么一个名号 也罢 毕竟他帮了我个手 我就接受了 该死了 赵臣怎么会洛神殿主做靠山 可恶啊 赵臣这小子运气怎么这么好 洛神殿势大 有他们帮忙 看来今天无法剿灭赵家了 可恶 难道我儿就这么白白被废了 我倒是有个办法 你如此这般 然后 儿童为何还不退去 当真不把洛神殿放在眼里 殿主有命 我等自然无感不从 但是 赵卿燕已经被他爹许给了我邻家 我要带他回去 我要带他回去 我不 我不要回邻家 撤 还留不得你 过来 不要 给我 滚 赵臣 你 是 青烟是我赵家的人 你休想动他一根寒毛 是吗 他爹在我赌场输了几万两临时还不上 给不了女儿 只好让他自己拿命来还了 不好 爹 殿主 这是林家主与赵亮妇女的私事 您管不了吗 这儿 老四无药可修了 请成员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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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是你爹 放开他 我和你们走就是 赵青烟要是真去林家 那就惨了 林见他赵臣没办法 定会将怒火压在他身上 多好的一个姑娘 怎么就摊上这么个爹 等等 你们无非是想要我的命 有本事冲着我来 我都接下了 啊 这可是你说的 七日之后都无常 你打败王家王炎和林家林超 这笔账就一笔勾销 王炎和林超是两家第一天才 修备早已达到皇家大圆满了 啊 赵纯队上他们俩这不是找死吗 太无耻了 王家主 你这条件为你太过分了 臣啊 不能答应他们 这是要你去送死 臣哥哥 你千万不要答应 我跟他们走就是 想取我姓 你要占我便占 什么啊 赵纯是傻了吗 这百宁必死局啊 为了赵青岩值得吗 赵纯有情有义 但未免太冲动了 这赵纯自取死路 倒是不用我动手 赵臣 你死去不远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有魄力 七日后 斗舞场见 我们走 林家 王家 我迟早 我迟早要将尔等灭族 哼哼 陈哥哥都怪我 青岩和他们走就是 我不想连累陈哥哥 没事的 没事的青岩 你要相信我的实力 嗯 我相信陈哥哥一定会赢的 灵堂 我们来这里干嘛 尘儿 看好了 嗯 这 这是 血脉之力 没错 我们一族体内 拥有天虎之力 你已改起神脉 是时候来这里 一感悟一番 说不定会觉醒血脉 增长占领 血脉之力 传自上古 觉醒后极其强横 没想到 我这副身躯也有 倒是意外之心了 承儿 你安心感悟 我在外面等你 嗯 好 承儿 你一定要成功啊 不行 我替你的血脉之力太细磨了 正常难受 无法觉醒 但是 我又吞噬神脉啊 可惜 血脉之力汇聚成灵象 想要反抗 区区灵象也敢反抗 给我碎 这光哪来的呀 好像是灵堂那边的 这是什么光 难道是三公子 承儿 难道说 承儿 刚才念的光是什么 你是否卷起了天虎之力 罪人 啊 啊 啊 天哪 这血脉之力 竟然如此浓厚 简直看病先祖 啊 我的血脉之力 啊 这是 是 这可跟我没关系啊 是我累之中 强者为尊 够了 回来 真是丢死人了 这东西你拿着 这是什么 遮天甲 可以以逆气息 遮挡修为 你多加小心 这便宜老爹 对我还不错啊 七日之后 便是我与王爷临朝决斗之日 我无由突破到黄间后起 并刻画出第二道太古升文 才有胜算 赵天吞是惊 给我吞 王家王爷 战无上上 功无克 您家临朝 全报北海 角骑南山 赵家赵神 必有因第一 必在第二 混成 混混叫 闻闻门 滚蛋 侯爷 何必这么大的火气呀 他们说的也是实话 侯爷生气也没用啊 儿等就真以为 我儿赵臣输定了吗 不只是我们 却是所有人的共识 两个黄阶大圆满 打一个黄杰中企 怎么打都赢定了呀 我赌一炷香的时间 赵尘就得被干趴下 得了吧 我看他连半炷香的时间 都撑不过 谁输谁赢可不一定呢 尘儿的血脉之力 定会让你们大吃一惊